音樂 哈囉各位自由時報汽車頻道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記者重置 御榮日彩在去年底所舉辦的 2024台北國際新車大展當中 就首度讓他們的新世代純電修理 Aria跟我們大家見面 而且隨後也開始公佈預售價開始接單 分別提供了標準版以及真產版的車型選擇 在這種電動車的大戰當中 Aria它到底有怎樣優勢能夠搶得先機 來佔有更大的優勢來爭取消費者的目光 今天我們所試駕的車型則是真成版 現在話不多說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Aria還有怎樣的電動魅力吧 首先我們看到外型方面 可以發現Aria採用是一個相當圓潤 而且流線的一個造型方式去呈現 外型有幾個重點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在車頭方面 為了符合彰顯自身一個電動車的身份 所以它採用了一個封閉式的水箱護照 內部呢也用一個 日式傳統圖案 進行裝點設計 彰顯它的一個 日式匠人造車工藝的一個呈現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LED頭燈 也採用一個相對細扁的造型去呈現 讓整體面容變得更加的俐落有形 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看到 它下方只是採用一個 迴旋標示的日行燈設計 宇願參有特別強調 它這個日行燈 也整合了一個方向燈的功能 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 它這麼長的一個面積 也成就了 目前全世界上最長的一個方向燈的設計 那麼在車車方面我們可以看到 Aria它的全長車米近4.6米 是剛好符合中型休旅的一個車格 那以這個角度切入 目前台灣的電動車市場 我覺得這也是 頗有優勢的一點 因為這次我們試駕是真誠版的車型 所以它腳下的旅圈 升級成20吋的配置 那這樣的搭配一來 也讓整體的車格看起來更加動感 更加的運動有形 最後我們看到車尾的部分 可以發現它整體車尾造型 其實相當的飽滿以及緊實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擾流尾翼 採用的是相當一個 運動化的式樣方式去呈現 中央還有開孔 可以讓進一步提供更加 優異的一個導流效果 那除此之外呢 尾門中央 也特別設計了一個 類似這種小壓尾的設計 讓整體的車尾造型 看起來更加的有層次感 整個視覺效果是更加的豐富 再搭配它一個運動式樣的 厚寶桿設計 讓整體車尾造型 就是看起來更加的運動化 更加的有設計感 除此之外 我們可以發現一個亮點在於 Nissan也跟進 這個時下所流行的 一個設計風潮 採用了這個 橫貫式的LED尾燈設計 可以提供一個更加優異的 照明效果 以及在夜間 也更具有一個辨識度 在我們這次 所試駕的真程版車型上面 你將電動尾門 列為車型的標準配備 使用起來更加方便 那它的 後箱的基本容積 則是有來到 466公升之譜 隔板下方也是有 一個隱藏式的置物空間 而且它的隔板 也可以 具有一個 阻擋隔檔的一個 功能設計 讓你在使用起來 更加的 靈活 可以是你自身的需求 進行 自行的去運用 那這一點 我個人也是覺得非常的貼心 非常的實用 現在我們坐入 Aurea的車內當中 我必須說 跟動感的外型比起來 其實這次Aurea它的整個內裝 給我是更加驚豔的一個感覺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它採用了 全車系標配 雙12.3吋的一個 雙數位螢幕 就是不論你的儀表 或是你的中央觸控 都是12.3吋的一個 尺碼的呈現 我們眼前這個12.3吋的數位儀表 內部也提供了相當多的資訊呈現 那你可以 視你自身需求進行調整 那麼在12.3吋中央觸控螢幕方面 它也支援了 無線Apple CarPlay 以及Android Auto的功能 那這也符合我們現在時下主流的一個科技需求 用起來是更加的便利 以及實用 那當然有無線Apple CarPlay 以及Android Auto的話 當然也必須要有無線充電板 來跟它相呼應 它就設在 中央安座的 後方 這種設計 也可以把你的 手機穩穩的固定住 不會滑動 除此之外 還有比如說像是10.3吋的HUD抬頭顯示器 以及 具有10G揚聲器的BOSS高階音響 還有 360度環境影像顯示等等 以上這些 也都是 真程版車型的一個 專屬配備 那除此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內裝 採用了大量的一個木質的飾板 去進行一個質感的提升 那我覺得這一點非常的成功 因為看起來就是相當具有一個豪華的感受 而且特別的是 在觸控螢幕的下方 它也將 空調的一個按鍵 內建在其中 而且採用的是一個平整化的設計 那你只要去輕輕的觸碰它 它就可以進行風量、溫度 以及車內循環等等的一個功能調整 那我覺得 也是讓整體的視覺看起來更加俐落 看起來更加的一個時尚的 氛圍 你在車身各處 也可以看到 它同樣採用了這樣子 日式的一個傳統圖案 去進行點綴 那也是符合它那種 日本品牌的一個協同的象徵 說一下 因為我們這次試駕的是 頂規的 真誠版的車型 因此 它也擁有許多 它個人的一個 專屬的配備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雙座椅 都升級為 電動調整功能 而且支援 通風以及 加熱的一個 設計 它這個中央安座也具有這個 電控 前後滑移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也是 真誠版車型的一個專屬配備 那這一點我個人也是覺得非常的 貼心的一點 因為當你停車的時候如果你駕駛座不方便出去 那你就可以把它調到最後 那就可以 這邊就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那駕駛可以從副駕座 進出車室 那除此之外 中央安座也同樣設有一個 行車動態模式 以及e-pedal模式的一個調整 那在這一邊呢 就必須要多用一點力 它也 提供一個 力道的反饋 提供一個更加 有感的一個操作感受 也避免你 悟碰到 這一點其實我覺得 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設計 那現在我們實際上路一下 來感受一下 Aria到底帶給我們怎麼樣的一個駕駛感受 先來說一下它的動力規格 那這次Aria它全車系都是採用單馬達前驅的一個配置 它的馬達擁有238匹的最大馬力輸出 以及30.6公斤米的一個扭力 那它搭載的電池 容量比較大 是91kW小時 所以呢根據 原廠的資訊 表示它可以提供 高達548公里的一個續航里程表現 基本上你從台北開到高雄 是不用充電的啦 那它使用的充電規格 CCS1以及 J1772 那基本上這也是台灣蠻常見的一個充電規格 那如果你使用快充裝置的話 它只需要30分鐘就可以完成 20到80%的一個充電表現 那講完了動力規格當然要 左眼於我們現在實際上路的一個駕駛感受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它的馬力輸出 其實有達到238匹 然後它的最大扭力也突破了30公斤米 所以這個這樣的動力輸出 其實是可以說相當的飽滿啦 但是你在實際駕馭的時候的感受 並不會覺得說這樣子 太兇猛的出力會讓你不好開 它其實把整個的動力輸出的線條 調得非常線性 那基本上 跟你開一般的燃油車那種感覺 相當的接近 那我相信就算你之前開的是汽油車 那像 突然 拿了一台ARIA叫你開喔 你開起來也不會覺得不適應 讓你相當的好上手 那當然它也提供了三種的駕馭模式可以選擇喔 就是Sport 然後一般 然後還有節能 在Sport模式之下喔 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動力輸出更加的即時 而且啊方向盤喔 也變得更加的重手 那這樣子也提供一個比較熱血的駕馭感受 那我個人也是 蠻欣賞這樣的表現 因為在這樣的模式之下喔 其實你 輕踩油門喔 它就給你相當充沛的一個動力輸出 讓你在完成超車啊或爬坡的時候啊 都更加的順暢 那此外我必須要特別講一下喔 因為 ARIA它雖然是一個SUV 休旅車的一個車格設定喔 但是因為它 把電池都設在於它的底盤之上 所以讓它開起來喔 其實重心相當的低 那你在過彎的時候 其實也展現出一個 相當穩定啊 而且俐落的一個 駕馭感受 除此之外喔 它也全車系都標配了 達到LV2的一個 駕駛輔助 系統喔 讓你可以 在 長途旅程的時候 可以更加的 輕鬆更加的愉悅 那這一點喔 我個人也是覺得 它在安全性這一方面喔 也絕對是 無庸置疑的一點 謝謝 其實這樣整天四下下來喔 我覺得ARIA它的表現喔 在各個方面喔 都有一定的水準表現 外型可能漸漸漸漸 但我個人覺得是這種流線的 圓潤的感覺是還蠻好看的 那內裝喔 真的要大力讚揚一下 它的質感喔 我個人覺得是 讓我相當的驚豔的一點 而且整個科技感的表現喔 也是有水準之上 必須要談一下它的售價喔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知道 預售價格啦 其實就差不多抓在 170萬到 190萬之間 那也很明顯的 就是鎖定在 Model Y的這個級距 它也是把Model Y 目前台灣市場的這個 電動休旅的 指標性車款 也當作它的一個主要對手 那定價策略也是明顯 衝著它而來 經過整天下來 我覺得ARIA 它的整體表現是相當不錯的 那對上Model Y 到底有沒有優勢呢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期待一下 育龍日產 在ARIA正式上市的時候 在價格方面 能不能再帶給我們一些驚喜 讓它在對上Model Y的時候 更有一個價格的優勢所在 那就敬請期待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對於ARIA的一個 試駕心得分享 謝謝大家收看 那請記得 訂閱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期待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